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眼中不怕神 其实对我们做基督徒来说非常压抑的事情 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相信 我们对神说我怕 我怕神因为我要敬畏他 世人所列举罪恶 他如何使人走上麻木 他提出很多不同的 可能我们做恶的不是一下子做罪到恶极 是慢慢慢慢麻木 偏离神的路 变成恶人 但是我们卷过来 慈爱 信实 公义 判断是属于神 那我们想他为我们做什么 其实在第七节开始 其实我们看见他来保护我们 他使我们饱足 他是生命跟光 他看顾一人 然后他打击恶人 在这经文里面我分享两节我很喜欢的经文 在第七节到第八节 他说 耶和华 我你的慈爱何其宝贵 世人投靠在你的翅膀的硬下 他们必因你的殿里的肥干得以饱足 你也必教他们喝你乐何的水 37篇 又跟大家分享什么了 我告诉你 这个是我读那么多诗篇 我可以选为我喜欢的十大诗篇之一 在我早年的时候 前半部 我是背很多 会把它背起来 然后在我的生命里面 确实是有很多真实的经历 见证 来证明神这个句话是真实 无畏的 有机会可以跟大家来尝试的分享 但是我们 劝勉大家就是 我们继续来抓住这个经文 这个诗篇所应许的 我们用我们生活来实证 要证明它是真实 可靠 这个怎么说 它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 不要向那行不义的 生出直度 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良 又要以耶和华为乐 他就将你们心里面所求的 他就将你们心里面所求的 赐给你 当将你的事 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他就必成全 作恶的 这好像草被割除 但反过来我们虽然在这个恶的面前 但是求求来帮助我们 我们要为耶和华的正直 要行善 要凡事交托给他 凡事交托 有没有想起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第四章 第六第七节 他用凡事交托 用祷告 用祷告来交托给上帝 第六节 这篇里面 他说要做一个光明的儿女 光明儿女 要让我想起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到十六节 他说要在这个弯曲伯妙的世代 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好像明光教药一样 把我们生命的道来显明出来 很多很好的提醒我们 他说不要为作恶的来 他的慷通 心怀不平 不要善慕他们所有的 因为要承受地土的是我们 这样应许我们 当我们读到这个诗篇的时候 有四次 说上帝承诺我们要承受地土 那我们想起马太福音里面 第五章第五节 好像有公明 第五章第五节怎么说 他说 温柔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承受地土 二人攻击 当他们的计谋 会见拜 他有四孝 但是上帝要承诺 要在患难中来帮助我们 其实在患难里面 我们可以体会智慧 为什么我们说 这个有人说吧 诗篇三十七篇是一个智慧篇 因为当我们读到下半部的时候 原来从二十一到四十节 看到就是他描述这个上与恶的分别 然后义人跟恶人 他们的不同的方向 跟他们的结局 另外我很喜欢两节经文 就是在最后两节 他说 但义人得救 是由于耶克华 他在患难时 做他们的赢寨 耶克华帮助他们 来解救他们 他解救 他们脱离 恶人 把他们救出来 因为他们投靠他 好 三十八节 三十八篇 读三十八篇的时候 我感受 好像世人因为他的罪 使神发怒击打 身心苦疼 他说 主啊 我的心愿都在你的面前 我的贪息不向你隐瞒 第九节 然后第十八节 他这么说 我要承认我的罪孽 我要因我的罪要求 我想这个诗篇 可以作为我们这个 参会用的一个诗篇 向神成名所犯的罪 世人 他感受到灾病 他有时候感受到 敌人来 罪恕他的命 也看一些人 在危难里面 乐井杀石 但是我们又怎么样 要面对神 这边提醒我们 犯罪的人 不要远离神 要回转 来归上神 为什么 因为救赎 赦罪 人人在于上帝 最后一篇 在三十九篇 我们看见这个 乐住舌头 要小心所讲的话 这个提醒 有点像 这个处境不同 一般来说 我们要 乐住舌头 然后小心所讲的话 但是 当我们面对生命的围困 当我们没有指望的时候 我们的闭口 好像更觉得 愁苦 无路来顺势 世人他反映 他所经历的是 责备 被神击打 我不晓得 他的破坏 是不是因为 罪 有关系 但是有一点就是 他在困苦里面 他来重新来思考 他的寿数 他的寿命 人生的决局 跟事情 世人的话 让我很有共鸣 他说 我一生的临日 在你面前 如同无有 个人最稳妥的时候 真是 全然虚幻 三十九章第五节 两次来讲 这个全然虚幻 人生就好像客女一样 我们说 遇见的事情 就好像似乎 好像暴风一样 十二节 他继续跟我们说 因为我在你面前 是客女 是寄居的 像我列祖一样 我让 这个诗来提醒我 我也希望 这个诗能够提醒你们 其实我们人 就是个天路客 我们因为信仰 我们开始 自己的天路历程 但是至终 我们会在天家 来团聚 我们真正的盼望 是在哪里 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上面 仇主用他的话 来美丽我们 今天我们这个 灵修的时间到了 愿者祝福大家